大家好,周一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最新发布的消息 10月31号,卫星在纳什纳群岛东北海域捕获了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捷克森号滨海战斗舰与日本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 据悉,每日在南海开展一系列海上安全行动 包括飞行训练、海空联合作战训练、海上加油和海上打击演习等 10月31号,根据哨兵卫星捕获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在南海万安滩以南约150海里活动的图像 该航母打击群以10月24号自马六甲进入南海以来 一路朝东北方向行驶 27号、28号航行至万安滩以北约100海里处 此番向南折返,并不急于离开南海 预计将进行一系列演训 31号上午包括美空军一架WC-135W核物质侦察机 一架E-8C空地监视机 美海军两架P-8A返潜巡逻机 一架EP-3E电子侦察机 五架侦察机在内的美军机前往南海活动 那WC-135W核侦察机能够收集大气中放射的核物质威力 那在南海活动十分罕见 上一次在南海行动追溯到2020年的1月 那WC-135W核侦察机是美军用于空中收集核武器爆炸后相关信息的侦察机 其配备了能够收集大气层中放射性微粒的特殊过滤器和采样器 利用探测空中的微量元素变化来研究核武器情况 其收集的东西将用于识别与鉴定他国进行核武器验证的证据 该飞机已经服役了十多年 但仍持续完成任务 获得不死凤凰的称号 那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的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航母 正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 演习当日在相关的海域 被至少四艘解放军海军的军舰近距离监视 其中包括两艘054A型护卫舰 一艘056型护卫舰 以及一艘可能是815型的电子侦察船 美日两国海上部队在南海开展行动 进行包括飞行训练水面和空中部队间的战术协调训练 海上加油以及海上打击在那演习 10月25号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表声明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航母 在南海进行海上安全行动演习 那关于美国军舰在南海活动等相关问题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校表示 美方作为域外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时常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 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搅局 不断破坏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成为南海紧张局势的直接推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曾表示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趋向平稳 中方尊重各国舰船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自由航行权利 但坚决反对有的国家出于挑衅的目的 不远万里派军舰过来刷存在感 中国军队将采取一些必要手段 与坚决有效的应对 但是月初的时候 10月2号 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迪格号 正是随同卡尔文森号一同进入的南海 那么现在卡尔文森号又回到南海 而且带回来的是核物质侦察机 WC-135W 不死凤凰 那大家可以看 康涅迪格号在南海出现这个撞击事件以后 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怀疑 这艘核潜艇是否发生了核泄漏 那么这艘核潜艇返回关岛以后 实际美军还在南海进行相关的侦测活动 我个人认为是卡尔文森号正在寻找这艘核潜艇 在中国南海附近相关的失事原因和相关的调查 相关的海底情况 所以卡尔文森号正在掩护着相关的调查船只 在南海进行进一步的勘测 也不排除美国 很可能这艘核潜艇在南海有核泄漏发生 所以卡尔文森号配合着相关的调查人员 在南海进行一系列的调查 那么中国的四艘军舰 那么也密切的监视着卡尔文森号的所有活动 所以大家看现在在南海 实际上是美军正在调查 这个康涅狄格号的这个失事情况 而中国正在监视着美军调查的一军 那么现在看来 美国卡尔文森号又回到南海 就是在给这个康涅狄格号处理他后续的事情 可能会销毁一些证据 可能会收集一些触交的 现场的一些残骸 或者是现场的一些物证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南海 对于美国这艘航空母舰 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军舰 在南海的活动 展开这个一系列的侦查是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 这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 再加上这个康涅狄格号 在南海的行动 危害到了南海的生态安全 危害到整个南海的和平稳定 如果您喜欢今天 我们下温度狄格亚 我们下温度的络cial 请报告